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不敢發表自己的想法 不敢表達 所以大家多問一些問題 想想你的問題裡面的答案包含做甚麼 而最後可以將答案成為你的行動 你的生活就會過往 我也期望年輕人可以維持他們對生活的熱情 希望這個疫情不要被歲月打敗 在一個快速的世界上 我認為有一個人的觸感 其實他們可以找到 能夠表達自己的原本 和技術 更加增加學生的表現 發揮了自己的光輝 令到我們這個生活的社會 一直不停地向上進步 希望他們懂得用不同的表演藝術 唱歌或跳舞或像我一樣 這樣可以用魔術去表達自己 我的希望是 讓大家知道 平衡可以成為我們的現實 不要怕任何限制 任何規矩 你能夠出現 做一件完全不同的 我們從父母說出來 並能夠成功 成功的成功